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会关注其中的几个方法 我们会邀请专业医生来帮助我们解释 这些方法是有效还是无效 甚至是有益还是有害呢 今天我们邀请来的有谷歌医生 还有几个志愿者 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工作 首先打开手机 谷歌主任何勤和一个志愿者 正在看的是朋友圈里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标题非常具有吸引力 最近很火的十部颈椎操 看完99%玩微信的人都转发了 这有这么神奇吗 这是真的吗 下面核情主任和志愿者就将分析这种 号称想要远离颈椎困扰 每天坚持十分钟颈椎操的做法 分析之前我们先得了解颈椎的结构 我手上拿了这个是一个颈椎的骨骼的模型 大家知道颈椎是由七节颈椎组成的 每一节椎体之间有一些连接的结构 就叫做关节 这样的话每个关节把它连到一起以后 我们就形成七节颈椎 我们颈椎的曲身和旋转的活动 是靠每一个小关节的微动结合起来的 这样的话就构成我们颈椎的这个活动 在正常活动的时候 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范围 对这些关节和关节周围的一些韧带 都会造成损伤 颈椎出现问题 最主要的还是以这个蜕变为主 蜕变就是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 一些结构它会脑化 比如会出现骨子增生 然后会压迫神经引起相应的症状 然后如果是说有一些不良的知识 或者是一些职业 可能会加速这个颈椎的蜕变 也会加速出现这个颈椎病的症状 遭遇颈椎问题困扰的人很多 想要摆脱颈椎问题可以理解 可是如果真的按照这篇文章所说的方法 会有什么结果呢 为了安全 我们邀请来的志愿者是一位年轻的男性 他的骨骼和肌肉年轻有力 富有弹性 可以耐受这样的实验 网上说这个动作叫左部右盼 它的要求是颈椎头向左向右看的时候 要达到90度 那这个为什么达到90度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呢 因为每个人的活动范围是不一样的 如果它本身只能到大概七八十度 你要强行的让它达到90度 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两侧的关节 就会造成损害 这是它说的摇头晃脑的动作 那在这个做摇头晃脑的时候 比如说到这边 那这次的关节就会受到压迫 这地方关节受到迁拉 关节囊韧带都会受到一些损害 当它向这边晃的时候 这一次的关节也会受到挤压 而这一次的关节囊和肌肉会受到迁拉 超过它一定的范围以后 对我们关节可能会造成一个新的损害 左顾右盼和摇头晃脑 我表演一下 就是说摇头晃脑是这样 做这个动作 左顾右盼它要求是向左或者向右 都要达到90度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超出了 我们正常人的活动范围 尤其是摇头晃脑的时候 对我们的关节是一个多方向的一个活动 有可能会加重这个关节囊的损伤 所以说我们不停靠做摇头晃脑和左顾右盼 尤其是做左顾右盼的时候 绝对不能一定强求达到90度 不然的话就会适得其反 专业骨科医生意见 这样的动作不能做 不仅仅是不能治疗颈椎 甚至会加重颈椎问题 有颈椎问题的人 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 而对于我们来说 这样的文章不能够再随便的传播了 一定要辨别真美 其实生活中还有一些方法可以保护 已经开始衰老蜕变的颈椎 下面呢 我们就来介绍几个我们平时可以自己做的方法 其中就包括这则微信中介绍的几个方法 这是做仰头望长的动作 手尽量的腰望前方上 这两个手臂伸直 然后手掌是放平 然后头呢 尽量向后仰 眼睛能够看到这个手掌 那这个时候 颈尖部就得到一个舒展 能够起到舒缓 颈尖部不适的这个作用 那颈向真理呢 来示范一下 那这个手尽量的向这一侧拉 以经理最大的能力 然后脖子尽量往这边歪 这样互相之间起到一个结抗的作用 能够很好的拉伸这个颈尖部的肌肉 好 再反过来做一次 这个时候 这边左胳膊向右尽量的往这边来 然后头尽量的往左边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肌肉是紧张的 那这样的话颈尖部 尖部的肌肉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牵拉 通过牵拉 使这个肌肉纤维的筋卵得到缓解 缓解它的症状 来做悬尖的动作 两手搭在肩膀上 然后先反方向 尽量向后展开 向前伸 向后展向前伸 好 做十下以后反过来 从前伸向后 在你能够耐受的范围之内 尽量加大它的活动范围 这样增加这个对颈尖部周围肌肉的牵拉 能够很好的缓解它的肌肉筋卵和疼痛 好的 好 现在来做头颈相抗的动作 这个是我们最推荐的一个动作 首先是两个手抱着后脑勺 然后头向后仰 然后手是往前拉 自己跟自己较劲 维持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呢 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感觉到 这个颈部的这个肌肉是紧张的 通过这个动作 可以锻炼颈后的肌肉 使我们颈后的肌肉力量得到加强 好 那这个动作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就是头向前曲 然后用手 扶着前额 手把头向后扳 这样自己跟自己较劲 通过做这个动作 大家可以看到 颈前面的肌肉是紧张的 通过锻炼 可以锻炼颈前部的肌肉 使颈前部的肌肉力量得到加强 好 下一个动作是左右侧 好 来往这边侧 头 头一定还是要看到前方不 不不不旋 然后呢 这样往这边来 然后手是往那边拉 这个时候 这一侧的肌肉力量 会得到加强 是紧张的 那通过这四个动作 我们颈部四周的肌肉的力量 都会得到加强 这样的话肌肉力量强了 对颈椎对关节 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这几个动作应该说还都是可以的 我们比较推荐的就是头手相看 就是通过这个动作可以锻炼颈部周围的肌肉的力量 通过增强肌肉力量来保护我们的颈椎 其他那几个动作呢 只要姿势做得好 做得正确 对于舒缓这个肌肉的紧张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这则网上的颈椎操不是全部正确 有的甚至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在这里专家提醒我们 如果发现什么颈椎不适的症状 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请叫专业医生 切不可盲目地相信网上的信息 同时如果我们平时生活中注意工作 走路姿势等 好多颈椎疼痛的症状是可以缓解的 早上八点 在海军总医院内科楼四层的内分泌科里 护士任赫娟已经开始忙碌开了 抽血 凉血压 侧血糖 扎针书液 刚从一间病房出来 又进另外一间病房 脚步不停地一直要忙到九点半左右 才能稍时歇息 这样的工作强度 小人已经持续做了五年多 而且这种工作强度正在逐年增加 海军总医院内分泌科有核定床位33张 其中20张床收治的是同一种病患 您可能已经猜到了 对 就是糖尿病 所有来住院的都是因为血糖调整的不好 不到位 所以来住院进行治疗 像我们今天测的血糖 有一个最高的血糖是19.2毫米每升 所以血糖非常的不正常 所以需要医生在这块用药继续进行调整 糖尿病在我国的发病率在逐年增高 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人糖尿病的发病率纳约在11%左右 更为可怕的是 约有40%左右18到29岁的年轻人将是糖尿病的潜在人群 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医疗卫生工作之一 目前我们国内有两个标准 一个就是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 餐后血糖大于等于11.1 有两次这种水平以上 那就这段糖尿病了 听到糖尿病三个字 很多人会认为是一种非常不起眼的疾病 没有什么不舒服 似乎也不会威胁人的生命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您可能不会相信 现在出现在屏幕上的这些照片 都是糖尿病引起的疾病 而想要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 持续控制血糖水平 稳定在正常范围内非常重要 临床上 用于控制血糖药物非常多 效果也因而异 而被糖尿病病有视为降血糖的另外一级神方 就是运动 那么运动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我们请三名糖尿病病友来做现场试验 方法很简单 三种不同的运动方式 每人半小时 分别记录运动前后血糖的变化 来确定运动降血糖是否有效果 老吴 老吴61岁 15年糖尿病病史 原来在饮食生活都没有规律 这个吃饭也不控制 这个吃饭也不控制造成的 黄江45岁 患 糖尿病五年 血糖高了 他晚上他饭快 第二天上班也没有力气 就感觉到老吓得混混成成的 小徐39岁 新糖尿病病患 我是去年11月初 然后查出的我有糖尿病 比现在可能有三个多月时间 时间不是很长 晚上睡得比较晚 然后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很少有锻炼的时候 除此之外 三个人目前都在用药物来辅助控制血糖 了解完基本的情况之后 测试开始 正式运动前 护士先测量了老吴和王江的血糖糖 一分钟后 血糖值出来了 老吴的血糖值高达11.4毫米尔每升 王江的血糖更是高达12.3毫米尔每升 如果是按照我们的控制标准 优良差的话 它是在差的那个行列和范围之内 这个我们老吴呢 11.9毫米尔每升 他是参后血糖11.9毫米尔每升 他呢应该是算中度 那么看上去最不像糖尿病患者的美女小徐 他的血糖又会是多少呢 从血糖一上 您可以看到 小徐的血糖值稍微偏高 7.3毫米尔每升 简单的说 王江 老吴 小徐的血糖都不正常 那么运动对他们降血糖有帮助吗 这帮助能有多大呢 首先上场的是老吴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老吴选择了打乒乓球 半个小时里换了三个对手 老吴基本上没有休息 您看老吴已经出汗了 老吴走到一旁坐下 护士抓紧时间给老吴测量运动后的血糖值 血糖能降低吗 5.4毫米尔每升 数字定格了 血糖恢复正常水平 半个小时的乒乓球运动 血糖竟然降低了6个毫米尔每升 这个效果也太神奇了吧 就在老吴的血糖值出来后 第二个志愿者王江也已经开始运动了 由于体型较胖 他选择了运动强度更大一些的慢跑 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 15分钟的慢跑也让王江一身汗 半个小时后 王江给自己又加了10分钟的跑步时间 感觉到很轻松 非常轻松 感觉到特别有力气 特别在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差别 刚做完大强度的运动 王江的运动 降血糖效果也应该很好 那么 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运动结束后 王江即将接受血糖检测 10.3毫磨尔每升 较运动前12.3的高值仅仅下降了2.0 那么 为什么运动对王江 降血糖不明显呢 强度上大概有三个指标 第一个呢 就是说他的心率 就是说在运动之后 他的心率比静息状态下 中加20到30次 可以达到治疗效果 第二个呢 就是要出出汗 出出汗呢 就是说 要有这个微微的出汗 但是又不至于 像说的这个大汗淋漓 一些脱水那种表现 第三个呢 就是说 他自己感觉到 有轻度的这些疲劳或者费力 但又不至于说的 这个费力难以坚持 上述几个三个方面呢 还可以辅助另外一个判断指标 就是说 他运动之后 能不能在20分钟之内 甚至10分钟之内 完完全全的 恢复到这些静息状态下 如果说他运动之后 在半个小时之内 他的心率呼吸 还是不能恢复到静息状况 说明这个运动过量 还有就是说 他运动之后 应该是精神饱满 这个睡眠啊 这些精力都比较好 如果说发生了 这个些睡眠不好啊 或者这个些 这个注意力不急症啊 可能要适当的 减少一些运动量 第三个参与测试的志愿者 小徐已经跃跃欲试了 他选择的是 不受条件限制 更为大众 更易操作的快走和爬楼梯 在内菲密科长约二十米的走廊上 来回快走了二十个来回后 小徐朝楼梯间快步走去 在这栋十二层高的建筑里 小徐从一楼上到八楼 从八楼下到一楼 用尽可能快的速度来回了七次 这么大的运动量 像血糖的效果如何呢 运动一结束 小徐就到护士工作室测了血糖 结果显示 血糖降到了正常的5.0毫米每升 运动降血糖的效果也非常明显 像是一个所谓的绝症 就是周深都要服药 我就不停地运动 然后我就觉得见效特别的明显 虽然今天测试的样本量不够多 但三个糖尿病病人 通过半个小时后的运动后 血糖值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也就可以这么说 运动能够降血糖的说法是肯定的 研究发现 运动能减轻胰岛细胞的负担 同时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增加肌肉对糖的利用 进而有效地改善 糖代谢达到降血糖的目的 迈开腿是糖尿病病人控制血糖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 每个病人都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来控制血糖 任何的运动都是有好处 都是希望这些病人来参加这项活动 另外特别是运动不但能够降糖 还是长期的运动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所以使他们的这些病发症 或者这些血糖的控制 从长远观察来看 可能会获得更好的 甚至比药物更好的效果 最后需要提醒广大糖尿病患者注意的是 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 以防运动中受伤 另外如果血糖低于7.0毫米每升 建议在运动前进食补充 预防运动后低血糖的发生 如果血糖值高于16毫米每升 建议休息调整血糖后再做运动 王大姐家住北京市大新区 几天前 她从市场买了一些红富士苹果回家 本来是想吃水果补充点维生素 可是没有想到 这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苹果 却给王大姐的生活带来了恐怖事件 以前我也听说过 说有的苹果上边包一层辣 有的说上边有残留的农药 说这人吃了身体不好 所以我每次吃苹果的时候 我都把它洗啊洗啊又洗的 这次我也是这样 把这两个苹果洗完 我就放到那了 这么多包 我那边手机就响了 我就过去接电话去了 喂 刘姐啊 你今天干什么去了 哦 你给我上厂厂 我这你刚回来嘛 哦 你那去哪儿去 明早上出去玩去吧 明早7点啊 7点到那广场即可 好吗 哎 好了啊 哎呀 刘姐 我这苹果有问题了 我是刚刚喜欢放在桌子上 这么的 深入这么的 红红的这个血点 是的 哎呀我可不跟你连了 我快看看我这苹果怎么回事啊 王大姐当天的电话接了只有十几分钟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洗好的苹果 只是安安静静的摆放在桌子上 怎么会突然渗出红色的水珠呢 王大姐觉得很纳闷 又把剩余的几个苹果全丢到水里洗了一番 放在盘中十几分钟后 这几个苹果也都冒出了一些红色的水珠 你说吧 它这个颜色红红的 就跟雪滴似的 手就摸上去吧 黏黏的 哎呀 我就感觉就有点害怕 你说幸亏我没吃 看似红扑扑的苹果用清水洗过后 居然渗出了点点滴滴的红色液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大姐从直观出发 怀疑这些苹果是经过了染色的 可能对人体有害 但是不死心的她 又拿起小刀削开了点果皮 事实让她更加的疑惑 当时吧 我就有点不信 我就拿一个小刀 我就管那皮啊 削去一块 我一看里边没变化呀 我还不信 我就给它切开 一切开我看看里边那个果肉吧 全都好好的 也没有变化 果肉没事 仍棚正常的红富士苹果一般 一丝一毫也没有发现可疑的染色 并且 经过仔细检查发现 所有的苹果都只有果皮有类似于初血的现象 记者从王大姐那里了解到详细的情况后 带着这样的疑问咨询了有关专家 看看能否找出答案 苹果本身就含有天然色素 红颜色苹果当中含量最高的 是一种成为叫花青素 从细胞内流出来 遇到酸性环境 形成了一个一个粉色的这种小液滴 其实这是苹果本身所含的色素 人工额外添加色素这种可能性 不大 那么如果不是苹果染色的问题 还有什么可能性呢 我们国产的这些水果 很少有打蜡的 如果真的要是说是正规的这种打蜡的途径 我们是允许的 因为它用的是用实用蜡 不是工业 如果已经排除掉苹果本身的质量问题 那么会不会是王大姐清洗苹果的环节 出了什么差错呢 王大姐在家里详细回忆了洗苹果时的细节 当时啊 我还怀疑 是不是这个果皮和什么起了 化学反应啊 我就想了 那天你说我洗苹果是用清水洗的 我没用什么清洁剂啊 是清洁精啥的 真是越来越奇怪 果皮肾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肾出的红色液体又到底对人体有没有害呢 即使和王大姐决定重现一下当天的过程 露出视频带给专家看 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一些揭开谜底的蛛丝马迹 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个细节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那就是水 以前嘛 我满天过 都是在家里放一阵的才吃 什么时候想吃了 我就洗一个吃 这次我是从市场回来 我就觉得我这嘴巴有点渴 我想吃个苹果 我说我洗一下 可是我的手啊 刚进屋冬的都凉凉的 麻麻的 我说想想 搞热水洗去吧 我就去搞热水 想洗一洗吧 它一离三得 你说我能把手还暖不来了 我苹果还洗干净了 完了呢 我爸胃不好 平时不敢吃凉的 这么苹果一热乎了吧 你看我这胃吃今天也没害 经过仔细回忆 似乎只有用热水洗苹果这一点 是和平时不一样的做法 那么这汗血的苹果 难道真的是这种做法造成的吗 热水把我们这个苹果 最表层的细胞给破坏 色素都溜出来 那么苹果里面呢 含有很多的有机酸 它是一个酸性环境 那么原来这种紫颜色的 或者红颜色的这种色素 遇到那个酸性环境 马上就会变成粉红颜色 除此之外 粘腻的手改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水果里边呢 有几种东西 可以造成粘度比较高的 一呢糖肯定是比较粘的 另外苹果当中 或者其他水果当中 果胶成分含量比较高 事实上在生活中 一般很少有人会用高温水泡起苹果 也很少关心水滴的颜色变化 因此苹果流血的情况 也就无从听说 为了进步打消王大姐的疑虑 记者分别选购了多种苹果 尝试还原苹果出血的过程 我们准备了红富士苹果 黄元帅苹果和蛇果三种苹果各两只 以及呈有热水的容器 将苹果分成两组 每组包含三个品种的苹果各一只 一组用两个水泡洗 另一组放在盛有热水的容器中进行泡洗 把苹果浸泡大约20秒钟之后取出 擦干苹果表面的水滴 然后静置 五分钟后 我们观察两组苹果 发现它们的外观都没有什么变化 表皮也没有出现渗血的情况 又过了15分钟 我们再次观察两组苹果 发现用两个水泡洗的一组 三只苹果均没有任何的变化 而用热水泡洗的一组里 只有蛇果外观无变化 黄元帅苹果的部分表皮颜色变深了 而红富士苹果则出现了更为惊艳的变化 不仅果皮颜色变得深沉暗淡 表皮还渗出了少许细密的珠状液体 色泽呈现造成性 有的果皮厚一些 有的果皮薄一些 比如厚的果皮 那么它相对来说 对于热水的抵抗力就比较强 果皮薄的 那么它对热水的抵抗力就比较弱 另外来讲 它处于不同的时期 比如这个苹果保存了10天 那个苹果保存了20天 那么它里边果酸的含量是不一样的 特别酸的 我们才出现粉胡子 试验结果显示 渗出淡红色液体颗粒的苹果品种 同王大姐当天买来了一致 这说明苹果所谓的出血情况 可能和品种有关 而其余两种苹果没有出血 原因是不是和果皮打蜡有关呢 其实这个蜡层非常薄 理论上来讲 确实是能够把毛孔堵了一点 但是它不能完全堵住 现在正值苹果的销售旺季 专家表示 虽然打过蜡的进口苹果色泽诱人 但是国产苹果与进口苹果的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而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国产苹果其实更有利于我们身体的吸收 如果您实在担心自己会吃到表皮图有公欲辣的苹果 可以消掉果皮再吃 陈女士是一个比较爱热闹的人 平时喜欢约亲戚朋友过来小聚聊天 所以家里经常会预备一些零食和饮料 可等朋友离开后 陈女士的烦恼也就随之而来了 因为要招待客人 她准备的饮料也几乎都是大瓶的 但每次饮料都喝不完 有时候还剩下挺多的 像果汁啊 放在冰箱里冷藏 拿出来还能再喝 像这可乐呢 这种碳酸饮料 放久了口感就变了 倒掉呢 我就觉得特别心疼 相信大家都知道 大瓶饮料一般的容量都在一升以上 其用途一般都是人多的时候分享共饮 并且一旦开盖 应当尽快地喝完 特别是可乐这种气爽 如果经历了多次开盖 清倒 里面的二氧化碳很容易跑光 口感就会变得甜腻 难以下咽 那么既然喝剩的可乐不想浪费的倒掉 除了忍着不好的口感强行喝下去 还有没有其他勤俭节约的办法呢 我平时特别主张于节约用水 就洗完衣服 泡完脚 洗完菜这些水呀 我就攒下来冲我们家厕所 这样一看我这一瓶水 就可以不用浪费了 就可以二次利用了 我就想 这喝完可乐剩下的 能不能二次利用呢 带着陈女士的疑问 记者通过多种途径寻找答案 没想到还真查到了不少 跟可乐的用途有关的 随后 记者总结归纳了几个特别实用的妙招 邀请专家一起进行试验 看看到底是不是如传言 或者网络所说 我刚才在网上查到 说这个可乐它是不锈的功能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模拟一下 它这个试验 看看能不能成功 我这准备了两个生锈的小零件 一个这个钉子 还有一个斑勺 然后这个 我们之前喝剩下的这个可乐 然后我要来做一个这个模拟 我现在把这个钉子 搁在这个碗里 然后把剩下的这个可乐倒进去 完全没过了这个钉子 我们看到这个大酸醋以后呢 就是它已经开始冒 就是冒泡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它已经有气泡冒出了 所以它现在是有气泡冒出 这是叫成合反应 就是在这种 碳酸饮料当中 加入这种粗糙的物质 然后它会促进气体 和化粮的放出 所以这个大量二氧化碳冒出的同时 会使这个原本这个铁锈 不太 那个蒙古的这种铁锈脱离出来 我们现在过了大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我看我现在把这个铁锈取出来 看看它有什么 它这个 有一些地方 它已经亮出了 亮亮了 看这块已经有点发亮了 但是因为时间太短 还有一个地方铁锈没有出调 对 这比较反正有点发亮 刚才就是这个 对 还挺暖的 我要是真的要去 想把它都弄干净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等别的其他个小时以后 两个小时 但几方呢 那现在就只能这种情况 代表它起码会有一些作用在这上面 一直以来 顽固的铁锈就这样被可乐轻松地清除了 这个方法以前还真是不知道 那么可乐到底为什么可以除锈呢 铁锈的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铁 其实在酸性条件下 可以转化成三架铁离子 溶于水中 可乐是碳酸型饮料 它里面含有磷酸 柠檬酸 碳酸水等酸性物质 这些酸性物质 可以和铁锈发生离子反应 可乐是铁锈的天敌 如果您的家中发现 有哪些小零件 已经生锈需要除锈的 那么不妨将其放在可乐里进行浸泡 浸泡一夜之后 再给它们洗个澡 这样就行了 那么可乐在清洁领域 还有没有其他的使用妙招呢 家里的窗子用久了 沾满了污渍和油渍 这个时候 可乐还是个结窗助手 在湿布上倒上可乐后进行擦拭 然后再用湿布擦干净 我们发现 用可乐更容易把湿子擦掉 可乐中的柠檬酸是一种有机酸 不仅有清水性 也有清油性 也就是说可以使油性物质溶解 它充当了溶解剂的作用 我们尝到的可乐还有一种妙用 就是它能够清除咱们这个茶杯里的茶窦 我现在找来了一个 因为用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茶杯 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实验 看看可乐到底能不能把这个都清除掉 好 现在开始一个 这个我放了 泡了 对 泡了一会儿 如果我想进泡的话 也是要泡大概多少时间 十分钟就能看得下 但是十分钟可能还会稍微有点硬 但是也不能多看得到 那我们就先等十分钟 然后过后我们再来看看到底有什么效果 现在过了有十多分钟了 然后这个我们来打开这个茶杯 我们现在有茶豆为可乐浸泡成什么样 有效果 这一块都已经没打了 你看原来放下 就原来放下 这一块都已经非常明显 你看现在已经很干净了 效果还是很好的 咱们泡的时间还是等 该十来点 但是在时间长一点可能效果会更好 我大概比如说再多泡了一会儿 有个几个小时应该长多 对 料理一下 因为咱们现在是可乐跟本身有点印记 如果拿水冲洗以后 可能三点就会 还挺省省的 对 茶秀的主要成分是柔制 柔制是一种复杂的分类有机物 它可以和可乐中的磷酸 柠檬酸发生反应 使污垢出去 下一个妙招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那就是用可乐清洗马桶 在马桶中倒入可乐 冒过污渍的部分 浸泡一段时间之后 再用清水洗刷 浑然一新的马桶 就沉浸在您的眼前了 我们家的马桶时间长了 挺脏的 我也懒得刷 没想到用可乐泡一下 之后一刷还挺干净的 抽水马桶当中的污渍成分比较复杂 主要是一些有机物形成的色素 一些油性物质 还有一些碱性无机物 可乐当中的磷酸 柠檬酸 这些酸性物质 可以和它发生化学反应 除去这些物质 除了以上的几个妙招 可乐还有一个更为有用的用途 那就是锅底除黑 由于过度烹煮 或者是高酸性食品 所引起的变色 有时候锅底会出现一层黑色的物质 很难清洗掉 为了消除这顽固的黑斑 只需要将其中倒入少量的可乐 刚好覆盖住变黑的地方 然后放在火炉上用小火煮 大约一个小时 像平常一样把锅清洗干净 就可以恢复原锅心冒了 前几天我感冒了 我就灵机一动 我就把那个喝剩下的可乐 我就做了姜汁可乐 趁热我就喝了 躺在床上 我盖上被子 出了一身汗 醒来之后呢 我就感觉舒服多了 姜汁可乐 主要适用于风寒性的感冒 我们在切姜丝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把皮一定要刮掉 因为姜皮是属于寒性的 现在天气寒冷 很容易引起风寒感冒 而姜是新温之品 能发汗结表 去风散寒 所以可以起到有效的预防作用 也适用于感冒出击 除了姜丝可乐 红糖姜水 也和姜丝可乐有相同的作用 口感上也很不错 这是一个便宜 无毒 无副作用的趋寒料装 有几次啊 我和可乐 不小心弄到衣服上了 尤其是这白衣服 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我就想 有没有别的办法吗 在这里 我们特别教大家一个 清洗衣服上可乐污渍的妙招 干衣会涂法 即在衣服干的时候 用高浓度的洗衣液 原液涂抹污渍处 涂后不要马上洗 静置五分钟 然后根据污渍的长度 进行适当的揉搓 最后正常的洗涤就可以了 如果您衣服上的可乐 汁实在顽固 可以加一些水 然后延长浸泡的时间 我们都知道 长期喝可乐 会对人体造成许多的危害 比如腐蚀牙齿 胃酸增加 血糖过高 骨质疏松等等 但是运动完之后 饮用可乐 确实会感到十分的畅快 这是为什么呢 可乐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 它进入胃内 温度升高 可以使气体排出 当气体排出的时候 会带走身体当中一部分的热量 所以人喝完了以后 会感觉比较凉爽 感觉有什么不好 就是我最近一直老反胃 然后吐个不停 想过来问问您 看看是怎么回事了 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大概两周了 其实我最近吃了一种 减肥的明朝宫廷秘方 减肥 号称是女人的毕生事业 而且这项事业 几乎是不分四季 不分年龄 不管减肥的路有多长 多艰辛 爱美的女士们 也要坚持着一直走下去 而且方法层出不穷 好多女孩都是为了瘦 不吃饭 吃减肥药什么的 咱们是应该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看见 这不我女儿 会吃低热量的食物 然后稍微运动一下子 基本上是控制饮食为主 就跑步 不停地跑 有用过这种减肥药 男生女生都有用过 那你觉得管用吗 好像还是管用的 但是那种对身体伤害比较大 就容易呕吐 然后容易就是 比如你反弹会比较大 女生的话就是多跳一些什么绝世舞 然后做一些 如果你比较懒的话 就做一些瑜伽 基本上我觉得每天保持一个小时的运动比较好 在众多的减肥大军中 爱美的周昂也是其中一员 试过了无数种减肥方法 效果也参差不息 我以前试过节食减肥 运动减肥 也吃过减肥药 一开始呢 都是有效果的 但是一旦停下来就会反弹 最后也没什么作用 但是我最近发现了一个 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 只要坚持吃一个月能瘦20斤的 明朝宫廷配方 一个月不做任何改变 就能轻轻松松减掉20斤 真的有这样的宫廷秘方吗 究竟周昂所说的宫廷秘方是什么呢 这个秘方是我无意中在过往网上减肥论坛说发现的 据说是明朝御医所创流传在宫廷间的秘方 吃完了看上去骨瘦如柴 实际上身体健康 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去上潮 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么一个秘方 独一无二的减肥选择 瘦身的最后一个希望 专门为顽固形肥胖打造 最快七天就能见效 而且绝无副作用 等等诸如此类的广告语 让尝试过多种减肥方式 均告失败的周昂 很失心动 而且在许多网友的帖子中 他看到了无限的希望 网友每天现身说法的更新 更是让周昂跃跃欲试 于是他在网上选择了一家口碑不错的网店 购买了一些荷叶辉 准备一探出镜 但没想到 这神秘的宫廷天方 非但没有起到效果 竟然直接让周昂进了医院 这就出现了片子一开始的那一幕 感觉有什么不好 就是我最近一直老反胃 然后吐个不停 想过来再问您 看看是怎么回事了 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大概两周了 其实我最近吃了一种减肥的 明朝宫廷秘方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关系 今天我也特地带来了 要不您看一下医生 这个荷叶辉 它那个味道比较苦 也比较碎 然后卖家建议我是 放在酸奶里 或者拌着粥一起吃 我吃了 吃了三次以后 就吐个不停 然后我以为是那个 可能是我自己不适应那个味道 我说没当回事 但是之后 还是一直呕吐不停 经过医生的询问 发现周昂在呕吐之外 还有腹部障闷 大便不成型 伐利未寒 手脚冰凉的症状 而且查看舌相 发现它舌苔薄而白 脉相也比较细 这些表现 中医认为是属于 取盘呕吐 究竟为什么荷叶辉 会使周昂呕吐不止 在让人吃惊之余 我们不免心生疑虑 这个荷叶辉 到底能不能吃 会不会吃出问题来 它是不是一味中药呢 荷叶辉呢 它是荷叶 用干荷叶或者鲜荷叶 经过炒制或者断烧 炮制成的 它最典型的作用呢 是止血 在元朝有一个方子 叫做石灰散 其中呢 用了石灰药 其中包括荷叶 把它们炒成灰 然后呢 这个方子呢 主要是用来凉血止血 用于这个 中医来讲血热 这种性质的出血 所以呢 荷叶辉呢 还是偏寒凉一些的药 对于 比如像刚才这个病人 它本身是一个 虚寒的情况 就不是非常适合 从姚大夫的解释中 我们可以明白 身体本就寒凉的周昂 为何吃了荷叶辉之后 会呕吐不止 但还有一个疑问 既然荷叶辉的卖点 是中医古方 那这个神秘的御医天方 究竟是有据可查 还是空穴来风的噱头呢 我们请北京同院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姚轩 为大家解析 确实有一本书叫做《政治要诀》 是明朝的一个医家 叫戴司公所住 网上所谓的这个 宫廷秘方呢 有一小段话是引自《政治要诀》这本书 但是呢 这个是有上下文的 明代古方确实存在 但许多商贩却利用了消费者好奇的心理 指向消费者说明了其中一句话 却忽略了原文的上下文 向消费者隐瞒了古方的真实作用 那么真正的明朝御医古方 是治疗什么疾病的呢 原文呢 它实际上通过这个 清热沥水的方法来治疗水肿 这个是它的本意 另外呢 还有一部古书 叫做《本草丛新》 它在提到荷叶的时候呢 有一句话叫做生散消耗 虚者禁止 说明了对于虚症的病人呢 用荷叶要慎重 因为荷叶呢 是偏凉的 如果是虚寒体质人用的话呢 有可能损伤体位 会造成比如说 嘔吐 腹痛 还有腹泻 这些表现 另外呢 荷叶 或者荷叶灰 它还有一定的止血作用 所以女性如果用的话 在经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爱美之心 人间有之 但盲目减肥 危害大 一不小心就会对身体造成 意想不到的伤害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想要健康瘦身 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自身情况和体质 才能选择正确的减肥方法 医学上衡量一个人是否肥胖 在国际上 广泛采用BMI指数测定值进行判定 如果您的测定值超过了界定值范围 就应该引起重视 并采取一定的瘦身措施 把身体控制在一个健康的范围内 那么从我们的中医角度看 肥胖是由什么引起的 要如何控制呢 中医呢 一般认为肥胖和弹尸有关 强调辩证实质 恐怕没有一味单独的中药 或者说一个方济 能够适合所有的病人 能够拥有好身材 作为许多人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 使得很多爱美女士 一次又一次地用各种方法尝试 但效果也寸次不齐 甚至有许多人都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得不偿失 首先呢减肥不应该追求在很短的时间里 体重迅速地下降 而应该循序渐进科学减肥 不应该盲目相信 有些广告的夸大宣传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在正规医院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减肥 在平时我们只要多锻炼身体 参加适量的体育运动 多吃水果蔬菜 少吃油腻的食物 长期下来就能受得健康又美丽